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 节后就应该调理照顾一下肠胃 让它减轻一些负担 以恢复到正常状态 请关注本期吉利卫生 节后保护肠胃大作战 春节饮食都要注意些什么呢 首先要健康饮食应少吃油腻食物 这大部分食物经过高温烧烤油炸都会改变原有的营养成分 急速加热食物会使食物中的蛋白质变性 吃多了反而不利于营养的吸收 春节期间桌上的美食相当丰富 但是你也不能暴饮暴食 增加肠胃负担 损害胃肠道的健康 导致消化不良 肥胖 脂肪肝等病状 在欢庆的同时呢 也应该时刻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健康 过年期间亲朋好友相聚难免要大鱼大肉推背换展 这样对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肠胃也会因为高负荷的工作而发出抗议 出现胃痛 胃胀 食欲不振等情况 那不仅如此 大家在上班之后还会出现情绪不振 疲乏无力等一系列 接候综合症的发生 孙节期间长假 这个对大家负担都挺大 就因为大鱼大肉吃得很多 而且大家生活中已经改变了 就生活习惯改变了 每天的饮食习惯不是说一吃三餐了 而且吃饭没准 而且亲朋好友聚会 一桌接一桌 而且喝酒多 吃菜也多 就是大鱼大肉吃得也多 造成那些伤害 胃肠道的伤害是很大的 而且生活中的改变就造成人类抵抗力低加 而且容易造成胃肠道功能的混乱 腐胀 消化不良 而且死于减退 导致这一系列的表现都会出现 邓欣平 长春肿瘤医院静检科主任医师 从事消化内科工作三十余年 具有较丰富的临床诊断及治疗经验 尤其擅长消化道内窥镜技术 并掌握食管静脉曲张硬化治疗 食管狭窄扩张术 消化道吸肉 电宁切除 急胃痘 十二指肠躁落术等内窥镜下治疗技术 在专家那里呢 我们也了解到了 每年的春节过后 医院的消化内科总是很忙碌 很多人都是因为肠胃问题来就诊 那其中包括像胃肠胀气 消化不良 急性肠胃炎等等 还有一些原来肠胃功能不太好的患者 因为假期不健康地吃 而导致病情加重 上班第一天的时候呢 主要就是胃肠道功能不好的人来了 腹胀 没食欲 精神萎靡 就是说免疫的低下 或者进一步导致流感了 感冒了 这个多见了 然后胃肠道的症状呢 主要是给你感觉是没有食欲 不想吃东西 吃了就脏 大便不通 或者有些人就是胃疼 胃酸 烧心了 打肌了 这个很常见 这都是一周来造成的一种 胃量身上造成的 就是饮食不正确 经过春节期间的折磨 很多人的肠胃变得脆弱 因此 节后饮食应以清淡简单为主 不宜吃得过多过杂 最好能坚持一周左右 帮助清肠胃 缓解节后综合征 小时候它吃得多了 或者是造成疼了 胀了 或者吐了 我们认为主要的就是先来一个进食 进食二十小时就是这个鸡 用就好了一半 进食的时候给它多喝点糖水 加点盐 或者喝点粥 或者喝点汤 这样就可以了 让胃肠道休息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就是可以剥点液 剥液的目的就是防止它的脱水 假如这个人肿吐 或者他肿不进食 你不补水就脱水了 所以说我们主要是补业 它自然就回复了 说到春节期间的不健康饮食习惯 邓主任特别提到了老年人和小朋友 这两个特殊需要关注的群体 因为老年人肠胃功能逐渐减弱 而小朋友的肠胃功能相对比较脆弱 如果吃得过多过杂 就会引起肠胃的反抗 因为老年人在家庭聚会的时候 往往是在酒桌上 他因为的饮酒往往吃菜就多 不自觉的菜量就多了 脂肪的皮平常吃的也多 这种情况下老年人的危害 是比年轻的人要大 所以说这个老年人一定要注意 这个春节时间的饮食结构的改变 一定要限酒 一定要注意的饮食量 不要吃得过多 小孩因为他的脾胃功能很差 胃的承受力很差 他很容易造成他一个急性的胃扩张 或者是他的胃肠的耕主 所以说我们更要警惕 小孩在过年期间 不能让他随心随意 抱饮抱食 就是想吃东西一直吃到底 吃到不想吃为止 我们应该控制他的食欲 就是说他想吃的东西 要是吃个七八成 剩下的东西还得要正常饮食 保证他的吃东不要过量 专家提醒大家 对于一些肠胃不适的朋友 如果节后经过调理 仍然不见好转 应马上到医院进行就诊 以免耽误病情 如果有诱饮 然后他经过一两天恢复了 我们就可以先是注意观察 一般得考虑年龄 一般超过四十岁以上 有消化到症状 平常就有 现在加重了 我们建议他还是应该 采取发现 找诊断 找治疗的一个手段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胃镜 如果他在四岁以上 他有症状超过一个月 不好 包括腹痛 反酸 打鼻 或者是消化功能的紊乱 包括排院不畅通 排院不成形 我们就应该建立胃肠镜的检查 一提到胃镜 我相信大伙都会一口同声地说 太痛苦 太可怕了等等等等 其实随着医学的发展 现在胃镜的检查方法也是多种多样 比方说 无痛胃镜 它就是在浅麻醉的状态下进行 患者没有任何感觉 轻轻睡一觉 这检查就结束了 现在我们的胃镜已经很好了 最先进一流的叫HQ290 是现在最先进的一种机型 它能够在镜下进电枝演射 还有近距离近焦摄影 这些都可以导致我们早期癌 早期发现 所以说这个技术手段是没问题了 要说是难受程度 我们现在有无痛胃镜 无痛胃镜就是给人一种静脉麻醉 让他短时间内睡着了 他没有痛觉也没有恶心的感觉 我们做的也很顺畅 也有利早还得发现 规律饮食 少食多餐 多吃水果 注重起居 加强锻炼 希望这些方法能够帮助大家 尽快恢复肠胃活力 开启节后的奋斗模式 上班第一天 第二天 我认为应该尽量让胃里头的食物 你经常少一些 喝点粥啥的 清淡饮食 马上恢复体力 恢复自己的生物中 吃完之后 还是要平卧5分钟到10分钟 因为结后的患者 好多人都是腹胀 就是排便不太畅动 或者排便不规律 或者胃胀 食欲不好 这样种症就得是这样的 饭后平卧10分钟 或者是又超过10分钟 然后才活动 这样就可以恢复它的微肠道功能 这样的时候除了饮食以外 还要是把自己心情调整好 一日颤颤 也一定要按时 不要随心所欲 再一次不要熬夜 这是主要的 节目的最后 咱们还是要念叨那句老话 春节过后 调理肠胃最好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清淡饮食 减少高糖高盐高脂肪食物的摄入量 与此同时 还应该注重心理和生活的调节 把胃养好 以最好的姿态 拥抱2019年的新生活 好了观众朋友们 本期吉利卫生就到这了 我们的24小时新闻热线 0431-8850-1234 随时为您服务 您的健康有我们的牵挂 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